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有一盤杏仁味的 紅頭蘭的蘭花 它有杏仁味 蠍豬不是很大 但它的杏仁味是很濃郁的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它有什麼優點之處 它的蠍豬 我給大家一個比例上看一下 一個手掌托著它 就是這麼大 OK 都算是迷你 是迷你品 現在它正在開花 它有兩枝花筋 每一枝花筋都有一串串的花 現在是 我正在拍片 但它的氣味是很濃郁的 它是很香的 才能吃的 才能吃的 大家如果不相信 或者有些懷疑 可以去花店 遇到這盤花的時候 可以問一下 看看是不是我說的 有杏仁味 它的花是小小的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我放了手指 它中間有微微的 有一點點的紫紅色 我盡量可以 酸近一點 拉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看到裡面有些紫紅色 花瓣就是白色 一般都會有兩枝花筋 一般都會有兩枝花筋 當然有例外 但我這盤也是兩枝花筋 花期一般都會有兩枝花筋 一般都會有兩枝花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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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所謂 看到花就OK 我這個植珠已經有些時間 但是都OK 長得都不錯 起筋方面 偶爾都會有 除了老筋之外 他也會長一些新的筋 來補充 或者替代一些已經老的起筋 這盤花 已經長到出盤 和黏著盤 有很多新的筋 你看到這些筋 尖尖都長出來了 我覺得他的狀態是很好的 很容易打理 水份也不需要太多 可能一個星期左右 微微地加一點水便足夠了 我也是用水苔的 因為環境方面 比較風達 所以容易乾 如果用樹皮的 所以我會選擇用水苔來種 植珠方面 你看到的葉 都是向兩邊的山 其實植珠很像樹蘭 但因為他的品種 就是紅頭蘭 其實可能都是雜膠種 不要緊 最重要是自己喜歡 有香味 有細枝 如果有朋友喜歡種一些 迷你的品種 這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如果有興趣 就去市場找尼種 這樣 也是值得擁有的 這本花 不難種 那他的花期 一年好像是一次兩次左右 那視乎你真是 私肥方面是 給他多少 就收回多少 這樣 不佔空間 大家可以試一下 買回來 種一下 我放在遠一點的鏡頭 我今天用了黑色的布景 那大家看看 如果我 因為我拿起了一個盤 用回原裝的膠盤 正常我是有一個套盤的 那就是這樣照顧他 所以我今天就改一個環境 和大家拍的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那分享一下 除了一些大型的蘭花 一些的蝴蝶蘭 卡特蘭 大一點的可能是一些 品種 那可能 不是各個家 可以有這麼大的地方 可以選擇一些 可以大家選擇一些 小一點的蘭花 去 來種 那效果也是很好的 不會輸給一些大的蘭花 因為現在的 育者的技術 都這麼好 所以其實 是我們的 怎麼說呢 就是我們的仇惟 因為 有他們的 技術 繁殖到 或者交配到 這麼漂亮 這麼香的蘭花 又不佔空間 真是很感謝他們 好啦 所以 今天也是拍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先分享一下 因為 本花其實都是 優點我講了 其他的事 我都自己去 探索一下 好啦 那今天拍的影片 就是這麼多 那大家如果是 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大家 分享 點個讚 還有最緊要就是 喜歡我的頻道 麻煩大家 訂閱 那我就會第一時間 有新的影片 就可以通知大家 來看的了 好啦 那我今天的分享 是這麼多 那下次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或者分享一下 其他的 蘭花 好啦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留言給我 其實什麼都可以說的 那我亦都有其他的頻道 那大家可以在裡面 看一下我 在YouTube裡面 可以看一下我其他的頻道 嗯 OK 那我今天分享 是這麼多了 OK 拜拜 記得 訂閱 分享 點個讚 OK 拜拜